大家好这里是火星的花园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铁线连严重缺水之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要怎样去养护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片干枯了的 就是前几天特别干 然后忘记给它遭水了 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像铁线连它虽然是一个非常耐旱的植物 但是在这个阶段 就是它干湿循环本身就比较快的一个阶段 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它缺水 不然的话缺完水之后我们再次浇完水 它就会像这样子一样 叶子全部都干枯了 像这种铁线连是因为干枯缺水 导致的它上面枝叶枯掉 它的根系呢是完全好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浇透水了之后 它还是有救的 大家完全不用去担心 以这一颗为例 就是当我们发现铁线连的叶片 全部都蔫了之后就是非常干 我们给它浇完水 它就会出现像这一颗的一个状况 就是所有的枝条全部都枯掉了 叶片也枯掉了 但是呢我们再过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 会发现它会从土里面开始发芽 那么像这一颗呢 我们就可以把上面所有这种都已经 干枯掉的枝条全部给它修剪一遍 之后呢我们依旧是把它放到 关照好通风好的地方去养护的 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看这个盆土 干了之后去给它去浇一点点高蛋的肥 之后呢就千万不要再把它给干到了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像这一颗干的不是特别的严重 就是旁边有一些枝条干枯了 然后还有那么一根枝条 它还是稍微好一点的 像这个枝条上面有芽点已经冒出来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芽点留着 从这个芽点上方把它修剪一下 其他干枯掉的枝条给它剪掉 它再过一段时间呢也会从土里面开始发芽出来 如果铁线连的根像这一颗一样 已经开始出现了腐烂 枝干和根连接的地方 然后就已经烂掉了这种 那这个就没得救了 即便你看它土里面还是有一些好的根的 但是它没有芽点了 像这种就没法救了 好了那今天关于铁线连严重缺水之后 我们要怎样去做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主要这期视频有用 就点赞关注赞 拜拜 拜拜